有人冲过来 另外一边也来了 打完这个再卡对面的方向 还剩最后一个 换个弹的功夫 他也已经支援到位 对面一楼有人 封个过道烟 手雷伺候 脚下有自救 这个门口有人补不掉 已经自救起来 一顿斗智斗勇 直接翻下去打 还有另外一个 想救人 阻止一下 这里我以为击倒 结果是救起来 这个又倒地 我直接停止开火了 随后我又杀了回来 想捏雷 但他是火比我快 等我再丢雷 他们已经到了我的脚下 这脚步声 有一个想直接跳上来 脚下这个还在不断丢雷 没再直接冲 以为是怂啊 结果是在等人 想给我来个双管 旗下没有让他们的小计谋得逞 狗子加AOG 双控头枪 看到对面山头有人 三个倒地 果断猫过去 拿下厮杀 听完包 正准备驾击而去 有辆车对我有想法 这飞行器真的是嘎崩萃啊 往前优一段距离 刚好能降到炮楼房顶 对下就说 防止有栓局 果然漏太久就被拘 一个疗伤回血的功夫 对面已经上车 要冲过来 一波扫射 怂了 想逃跑 把倒地的捕一下 看到这个车也没完全走 这个距离除草 灭队 空地跑路 命不久矣 他队友发现我了 开车绕一个大圈 如果是伏地魔 就能除草发现 拿下二十杀 安全区刷在了海边 投为手雷 还有个队友 准备舔个包呢 发现前面木板房 还有人 在墙角 扫天线枪 可以听到枪声 海边安全区已经被占领 一二三四 好家伙 满编队 这还不是最绝望的 此时 我满血状态开吃 一局给我放倒 不给任何操作机会 毫无悬念的收下 击屁股 大家见五哥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